嗚嗚嗚嗚 一直猛打哈欠 我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哈哈哈哈 靠我的我和事有败而来的 第一招 十一招两个 就做一下精神 保语 十一招 我们呀 第二招 特制童争 怎么在下 让你把救星明 最恐怖了 第三招 乃根牙签 第四招 如果还是不行 就用特制童大花油 第五招 吃火蛋饭 第六招 吃一口墨西哥辣椒 或超级无底芥末 最后一招少女的剑军 这些应该够了啦 一般正常的人啊 再厉害的瞌睡虫 早就要淘气腰腰了 暂停 觉得老妈的招式 不厉害吗 有必要这么累吗 你们是在刷宝吧 听好了 真正驱除疲惫的绝招就是 想渡顾就睡啊 这算什么大绝招啊 这谁都会啊 最高五公斤界 其实就是最简单的招式 累了就进服务区小睡一下 人精神完全恢复了 再继续开上路 比你刚刚那些怪招 都还有有效啦 人不是铁打的 只要连续驾驶 超过两小时以上 驾驶技能开始下降 就要乖乖到服务区 休息小睡一下 有道理 我打电动累了也要休息一下 不然战斗力会大幅降低 开车也是一样啊 甚至会出现微睡眠的现象 你以为是清醒的 其实早就去见周公了 当微睡眠发生时 人在以为清醒的状况下 能会出现二到三十秒的睡眠状态 判断力及定向感会短暂丧失 是很多交通事故 造成的阻力之一 没想到啊 我们家的小儿子懂得可真多啊 其实啊 只要有一点点想睡的时候 把车开进服务区 去休息一下就好啦 对吧